第161集 宋缺所在之地 此刻阵法正在被鬼崖与上官田勇联手轰击 声响传开四处震动 那阵法层层碎裂 可还能继续支撑下去 苍穹上 宋缺的第九次潮汐玄屋正在加速的轰鸣转动 吸收此刻陨界世界内所剩不多的地脉之气 宋缺闭着的眼皮下眼睛通红 盘膝中不惜代价 透支身体的同时 更是去将自己之前布置的节点全部吸取 这显然是除了透支自己 还在透支这片陨界世界 在这过程中 那几处外人没有注意到的节点 逐渐的出现了一道碎裂的迹象 尤其是白小纯之前 与宋缺相遇的外面深渊下的剑身之处 裂缝更多 蔓延看来 使得这把天外大戒出现了要四分五裂的征兆 偏偏这个征兆极为的诡异 就算是外面碧方山的欧阳杰四人 也都没有察觉 再快一些 再快一些 宋缺心中呐喊 双手保持按着地面的动作 头发飞扬 地脉之气更多的被抽来 融入他的第九轮潮汐中 使得这第九轮潮汐漩涡就要彻底完成 轰动整个世界 苍穹越来越稀薄 甚至在这转动中 其他人感受不到 唯有盘西坐在他这里 才可以去感受 于那苍穹漩涡的尽头内 稀薄的天空中 似乎有一丝 微弱的 近乎不可察觉的 气息 那是与地脉之气 完全不同 彻底凌驾在旗上的 惊人气息 这气息 只有坐在他此刻 这个位置才可以察觉 而这个位置极为特殊 正是这 允见世界内 最后一个节点所在 宋缺之所以选择在这里 住击 就是因这个缘由 此刻 宋缺感受到 苍穹内的那一丝气息 他心中激动 他等待这一天 已等了很久了 地脉巅峰又算得了什么 这仅仅是我宋缺的 第一步而已 我宋缺要做的是 天道助击 只有这样 我回到宗门后 才有脆枯拉朽之力 去与我的小顾宋军婉 以及那该死的血眉 争夺中风血子 成为我血熙宗 凌驾于大长老之上 四大血子之一 宋缺内心振奋 血熙宗的每一代血子 内视于血熙宗掌门 平起平左 已经到了一定的巅峰 再迈出一步 就可进入祖峰 地位至高 可就在宋缺的第九轮潮汐 即将完成的刹那 突然的 一道长虹从天空呼啸而来 长虹内的正是白小春 他眼中血色弥漫 却是杀气逃天 背后翅膀每一次山斗 速度都会暴增无数 这一刻的速度 在体内地脉九次 巅峰之力的涌动下 比之前宁起时快了无数 甚至根本就无法去对比 激速而来 刹那就出现在宋缺的阵法之外 他刚一临机 一股惊人的威牙 就从白小春身上爆发出来 形成了一股压制之力 让鬼牙双目收缩 他担心体内倒肌不稳 之前出手始终有所保留 此刻看到白小春的威牙 他冷哼一声 不愿碰触 退后了一些 一旁的上官天佑 不如鬼牙 此刻在这威牙下 身体竟承受不住 他毕竟只是五轮潮袭 此刻不得不退 采笑一声 他心底的不甘之意 已然充斥全身 他看着如娇羊般的白小春 一步步走来 那种威牙 让他身体颤倒 修为都有些不稳 这是地脉巅峰 对于其他地脉者的天然压制 宋缺 白小春声音 木然传出 轰入宋缺所在的阵法内 宋缺身体一阵 他的眼睛无法睁开 一股强烈的危机 让他内心咯噔一声的同时 再次疯狂的加快潮汐 试图尽快结束 可白小春的生意 却如天雷一样 在传入阵法的同时 木然轰鸣 使得阵法颤抖 而白小春的身体 也在脚步落下的一树 直接就踏在了阵法内 一步落下 大地轰鸣 阵法咔咔声响 碎裂大半 一旁的上官天雄 内心疑产 贵牙的墓中 战役腾染 好半生 才压下 你给予干扰我九轮潮汐 我岂能让你九轮潮汐成功 白小春右手抬起 全身金光闪耀 不死金皮全面爆发下 他的肉身之力 彻底爆开 一拳落下 阵法摇晃 轰鸣中再次崩溃 白小春脚步不停 向前一个飞鱼 再次一拳 一拳 又一拳 一共四拳 每一拳 都是不死金皮的权力 每一拳 都是他突破生命 第一层桎梏的爆发 每一拳 都带着他的怒意 在四拳 全部落下的刹那 守护宋缺的阵法 忽然崩溃 露出了 在阵法内 盘膝打坐 无法动弹的宋缺 白小春没有丝毫停顿 自此一步走来 右手袖子一甩 立刻 在宋缺的上方 紫气凭空出现 赫然形成了一尊 足有数丈大小的子顶 极为的真实 其上雕刻清洗 符文 以及鸟兽的图案 散出光芒 甚至在白小春的催发下 这些符文都幻化出来 那些鸟兽也都形成虚影 环绕紫顶的同时 这紫顶向着下方的宋区 轰然的砸去 你无法自己去结束第九次潮汐 我来帮你 白小春 右手同时一按 苍穹变化 大地轰鸣 那子顶带着万军之力 直接落下 巨像滔天 宋缺身体外 还有防护之光散出 试图阻挡 可这防护之光 在与子顶碰触的一瞬 立刻崩溃 而后 还有大量的防护法宝飞出 可依旧还是被 催枯拉朽 使得子顶 直接就砸在了 宋缺的身上 一声淒厉的惨叫 从宋缺口中传出 他眼睛猛的睁开 体内眼看就要完成的 第九轮潮汐 在这一刻 被白小春声声打断 直接地撼动根机 在他的丹田处 尚未凝固的第九层倒机 寸寸碎裂 在这碎裂时 第九轮潮汐形成的 地脉之气 无法留在宋缺体内 从他的身体内 不断地扩散出来 扭曲了四周 本该是消散在四周 融入世界内 如同回归世界 可却不知为何 在宋缺的努力下 将体内的地脉之气 凝聚到一起 化作一道光柱 直撑云霄 这样的做法 去使得地脉之气 加速地回归世界 而天空上 他的第九轮玄屋 也在这一刻停止旋转 肉眼可见地崩溃开来 转个云界世界内 所有看到这一幕的 四宗弟子 全部骇然 一个个发出了惊呼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宋缺失败了 他被白小春 直接打断了第九次抄袭 天哪天哪天哪 这将是超越了生死的大仇啊 那是回道之恨 所有人都牺牲狂着 徐小山在远处正急速赶来 此刻脚步一顿 叹了口气 不再靠近 刚远处九岛擦去嘴角鲜血 正全力修行 此刻有所察觉 猛地睁开眼 眼中露出了惊恐 这白小春 在这里已经无敌 鬼牙握紧了拳头 他本是一个 没有太多情绪之人 可这一瞬 他的心中 情绪不断地滋生 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而上官天佑 则倒吸口气 仿佛心中被一条毒蛇撕咬 那种疯狂 让他对于白小春的嫉妒 已到了极恨的程度 白小春 如果没有你这一切 应该是我上官天佑的 在这众人都被震动的同时 宋缺的身体急速后退 鲜血喷出 眼睛赤红 劈头散发 那目光 仿佛要示人 发出 凄理到极致的嘶吼 白小春 他的九次潮汐失败 此刻只有八次潮汐 正在体内快速地凝固 一股注迹的修为 在他退后时 不断地爆发出来 超越了之前 越来越强 白小春目中一闪 身体瞬间冲出 直接掀起破空之意 出现时 在了宋缺的面前 全身金光一闪 右手两指 闪电般直奔宋缺的喉咙 碎喉锁 可就在与宋缺身体碰触的刹那 宋缺双手掐绝 猛地开口 立刻 他的口中吐出一个血球 这血球只有指甲盖大小 可在出现的一瞬 哪怕是此刻地脉巅峰 驻击的白小春 也都感受到了一股 强烈的危机 那血球内 蕴含的灵力近乎恐怖 可在这危机中 却偏偏有一丝熟悉 那种感觉 白小春还是首次遇到 他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瞬间 他的双指 就与这血球碰到了一起 巨向震天 一股惊天动地的冲击 在白小春与宋缺之间 木然地爆发 随着爆发 狂风呼啸 冲击之力向着四周横扫 鬼崖与上官田有急速后退时 整个大地如被一只无形大手 直接地抹平 白小春嘴角溢出鲜血 身体蹬蹬蹬地后退 心神狂震 以他不死筋疲 居然在这指甲大小的血球爆发下 都被震伤了 虽然这伤势不重 可对白小春的震撼 确实极大 偏偏那种熟悉的感觉 再方才 与那血球接触的刹那 与白小春心中更为强烈 只是他无论怎么思索 也都无法找到熟悉的根源所在 为什么会熟悉 这血球到底是什么 抬头时 白小春猛地看向宋缺 宋缺此刻一连喷出四口鲜血 胸口凹血 身体如断了线的风筝 木然盗绝 他的伤势 要比白小春更重 毕竟 他九次潮汐 被打断在先 体内修为不断凝固在后 本身抵御在这一刻 比白小春也都少了一筹 所以 即便那血球是他击发 也依旧被反食 可他目中依旧疯狂 看向白小春时 争獰更多 白小春正要冲去 可就在这时 宋缺没有丝毫停顿 猛地转身 急速地逃顿 更是在逃顿中 手里出现一枚 珍贵无比的传颂玉符 狠狠捏碎 刹那间 他的身体 被传颂之力包围 一瞬消失 出现时 已到了数百里外 再次加速 急迟远去 希望他没有察觉 该死的 他来得太快 只撤一步 只撤一步啊 不过没有关系 即使我没有地脉巅峰 也依旧有办法 超越白小春 只要我成功了 一定杀他 宋缺咬牙 右手抬起时 手中出现了一个罗盘 这罗盘有九个点 闪耀光芒 依稀对应的 正是这一片世界 它之前 布置的九个节点 眼看宋缺手中 居然有珍贵无比的 传颂御夫 白小春眼中 惊芒一闪 他遥望 宋缺传颂而去的方向 隐隐能感受 其方位所在 正要追去时 忽然脚步一顿 低头看了眼地面 这低灭 此刻已被 之前血球的 爆开抹平 不对劲啊 白小春露出疑惑 宋缺既然有 传颂御夫 按照道理说 他应该是被我 打断了九次潮汐后 立刻就传颂走才是 毕竟我已 九次潮汐触击 而他处于被打断 体内潮汐崩溃 这个时候是对他 最不利的 可他偏偏没有 立刻使用传颂御解 而是取出血球 不惜受伤严重 与我对抗 看似愤怒中 要与我血战 可如今看去 这么像是 抹去地面的痕迹 白小春 越想越觉得可疑 他回想之前 宋缺的举动 很快的 白小春双眼 猛的一闪 他被我打断后 不是只做了一件事情 而是两件 他体内第九次潮汐碎力 地脉支气散开 这是正常的 可反常的是 他将地脉凝聚到一起 化作光柱 融入苍穹 加快了回归的速度 这两件事 看起来没什么 可仔细一想 却有大问题 他在隐藏一些事情 这隐藏的事情 与苍穹有关 与地面的阵法有关 到底是隐藏了什么 只需现在与之间 对比一下 就可以猜出了 白小春 抬头看着天空 这一刻的苍穹 因九轮潮汐漩涡的消失 因宋缺的地脉支气 直接回归 虽四周还有一些 小漩涡出现 可却明显比之前 厚实了不少 之前的苍穹 因九次潮汐的漩涡 地脉支气的大量消失 变得稀薄 白小春目光一闪 找出了不同之处后 又低头看向地面 一旁的鬼崖 与上官天友 望着白小春 此刻的样子 鬼崖疑惑 上官天友 则是内心冷笑 转身一晃 远去离开 白小春 没有注意上官天友 而是看着地面 看着四周 这里实际上不适合成为 主机之地 可宋缺偏偏选择了此地 最后又抹去所有痕迹 白小春皱起眉头 在这里走来走去 没走一步 就抬头看看天空 很快的 他就来到之前 宋缺盘息的地方 在这里 他抬头看了看天空 正要走出下一步时 他忽然脚步一短 神色变化 死死地盯着天空 天空如常 浑厚了不少 可白小春 却在这一瞬 不知是不是错觉 凭着体内 九次潮汐的地脉巅峰 感受到了苍穹中 存在了一丝 让他心惊的 威亚 而这威亚 又让他有种强力的渴望 似乎与体内的九层领海 都形成了某种联系 这是 白小春有些无法窒息 身体颤抖 呼吸急促 他猛地跃起 直奔远方 急速飞去 鬼牙皱起眉头 一眼看白小春离开 他沉吟中 走到白小春之前所在的地方 站在那里 抬头看着天空 可却一无所获 能察觉天空异常的 要么就是如宋缺那样 具备某种特殊的法宝 与大量的节点准备 要么就是 地脉九次巅峰潮汐者 尤其是后者 更是比前者的感受 还有清晰 办上后 鬼牙摇头 离开了这里 不多时 白小春重新归来 他神色激动 身边跟随着侯云飞 侯云飞之前 正在重新形成潮汐 被白小春带来这里 侯大哥 在这里凝聚潮汐 我帮你加速 我怀疑 这个点的上方苍穹 有些特殊的气息 白小春振奋的开口时 侯云飞笑了笑 没有细问 他对白小春 是绝对的相信 此刻 盘西坐在白小春 要求的地方 闭幕时 开始凝聚潮汐 白小春在侯云飞身边 右手抬起 一把按在侯云飞的后背上 体内九层领海运转 融入侯云飞体内 加速其潮汐的运转 很快的 侯云飞的第四轮潮汐 潮汐木然出现 形成了漩涡 直奔苍穹 使得四周地脉之气 轰轰中被吸来 可白小春还是觉得太慢 全身修为运转之下 凭着自己地脉 巅峰的潮汐之力 加持到了侯云飞的身上 使得侯云飞的第五轮 第六轮潮汐 也瞬间 轰隆隆的出现 这种做法 其他人做不到 唯独白小春可以 这是独属于九次地脉巅峰的特殊之力 只不过会有代价 帮一个人可以 若是帮两个人 会让白小春的地脉巅峰跌落 而白小春原本也是打算 这片世界地脉之气浓郁后 以此帮侯云飞的 侯云飞牺牲一阵 他知道这一刻对自己来说 是之前想都无法去想的机缘 四五六 这三轮潮汐同时展开 那种犀利 直接将苍穹四周的地脉之气 疯狂的吸来 小春 侯云飞心中温暖 更有感动 看向白小春时 白小春微微一笑 我们兄弟之间相互帮助 我也需要这里的地脉之气消散 方便看清一些事情 白小春担心侯云飞觉得大恩难保 于是安慰他 可侯云飞明白 即便事情真的如此 可白小春能选择让自己获得这次 机缘不往他侯云飞之前 为白小春付出生命去守护 至于七轮潮汐 白小春也想帮侯云飞行程 可却是侯云飞的极限了 难以做到 而此刻 三轮潮汐的同时运转 终于使得苍穹重新吸泊 在这吸泊的同时 白小春立刻就感受到 于苍穹内有一丝似有若乌的气息 正逐渐地降临 这气息充满了神圣 仿佛天道之眼正栩栩睁开 让整个世界 整个苍穹打地 全部都要在这气息下颤抖 膜拜 白小春再三确定后 他的身体也开始颤抖 目中露出了疯狂 天 天外之气 掌门说的没错 这陨界世界内滴滴去去 藏着唯一的一丝天脉之气 可以让人用来天道筑击 天道筑击 可增加手缘五百年 白小春全身好似被闪电轰击 他全身血肉 在这一刻都激动地颤抖 与此同时 在数百里外 宋缺选择了一处山谷牌 不断地操控手中的罗盘 正准备时忽然地 他神色一变 猛地抬头 看向白小春所在的方向 看到了那里的苍穹 正快速地吸泊 他眼睛猛地睁大 脑海嗡的一声 不好 宋缺焦急 他要抓狂了 这一丝天脉之气 是血系宗多少年来研究 一代代人总结 直至当年无极子地脉巅峰主机 才最终完善 甚至这几千年来 耗费了极大的资源 推延计算后 终于找到了可以引出的方法 到了宋缺这一代 作为宗门内最重视的几个弟子之一 他宋家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 这才将这个机会 从无极子手中为宋缺争取道 为了这一次的机会 宋缺同样准备了很多 包括开启那几个节点 包括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这种种的一切 都是为了把这一丝天脉之气引下 原本按照计划 他在之前那个节点为之主机 当他九次潮汐结束的一刻 凭着九次潮汐的迁移 凭着手中罗盘的辅助 他就可以引下天脉之气 融入体内成为天道筑机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可是却被白小春打断 不得不抹去痕迹逃离 在这里是另一个 仅次于之前位置的节点 他本打算用罗盘去慢慢引导 让那一丝藏在苍穹内 无法被人捕捉的天脉之气 慢慢的引过来 可却没想到 白小春竟发现了端倪 使得那一丝天脉之气 出现了降临的征兆 现在 虽只有他与白小春可以感受 可要不了多久 降临更多的时候 整个云界世界的修饰 都会察觉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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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雀劈头散发 几乎疯狂 不能继续再准备了 也不能继续等了 再等下去那一丝天脉之气 选择了降临地点 一切都完了 哪怕会提前引起所有人的注意 我也不在乎了 要趁着这一丝天脉之气 还没有完全选择降临地点 将其生生的引过来 宋雀疯了一样 咬破舌尖喷出鲜血 喷在了面前的罗盘上 双手掐绝 向着罗盘一按 低吼咆哮 天脉之气 降临此地 他血液落在罗盘的刹那 立刻这罗盘爆发出了一股惊天动地之力 直接轰入苍穹 瞬间 穿梭虚无 与那一丝天脉之气连接 形成了吸引 这一丝天脉之气 原本还在缓慢的下沉 可在这一瞬 却猛的震动 木然的沉了下来 直接就出现在了 苍穹之下 整个苍穹在这一刹那 直接被渲染成为了金色 轰轰结 光芒照耀八方 而中心位置的这一缕气息 如同太阳 那是一丝金色的气息 至高无上 天道之危 万种瞩目 那是整个云界世界 独一无二 那是整个修真界 也都数量有限 万年罕见的 惊艳绝伦 那是五百年寿源的增加 灵甲于地脉之上 一切筑迹的巅峰 它凝聚成了食指 化作了金色的烟丝 在出现苍穹下的瞬间 一股浩荡的天道之意 刹那间 传遍整个云界世界 锁过之处 所有修士 全部心神狂战 那是一种 仿佛对生命 本能的执着 一种 超脱 繁俗的追求 一种 来自所有修士 血脉深处 产生的极度渴望 这渴望 会超越理智 让人疯狂 天 天脉之气 这是 这是天脉 它是我的 我的 这一瞬 几乎所有修士 全部嘶吼起来 一个个前所未有的 激动与癫狂 还在疗伤的九岛 身体强力的颤抖 发出嘶吼 天脉之气 鬼呀 上官天有 还有所有 已经助击的 没有助击的修士 都在这一瞬 眼睛红了 彻底的疯狂 从四面八方 全部冲出 似乎这一刻 就算是同门 也都要 厮杀 第163集 对于绝大多数的修士来说 天脉之气面前没有同门 只有竞争 毕竟 这是天脉之气 无论是已经助击的 还是没有助击的 只要获得 就可以用这天脉之气 去进行天道助击 哪怕是最弱的天道助击 也都凌驾于地脉巅峰之上 这对此地的修士而言 就是一步登天的机会 若送缺获得 以其八次抄袭的地脉 成就天道 不说是最强天道 也是仅次于最强 将会横扫霸荒 同样的 若白小春获得 那么他将成就一个 在通天河东脉下游 多少年来 前所未有的 地脉九次潮汐 天道助击 那将是最强的天道助击啊 而对白小春吸引最大的 不是这个最强 而是增加的五百年寿源 樊倒助击一百年 地脉助击两百年 天道助击将达到五百年 五百年 说起来似乎不多 对于修真界来说 动则数千年 乃至万年的历史流世而言 也并不是很漫长 可对于凡人而言 这代表的是什么呢 至少时代人的成长 对于白小春而言 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机缘 他岂能不疯啊 不但是他疯了 这里近乎所有人都疯了 只有个别的一些修士 因各种缘由 价值大部分处于潮汐冲击中 压下了内心的震动 侯云飞就是其中之一 那些在白小春的帮助下 正凝聚地脉之气的灵溪宗弟子 也选择了轻叹 以及放弃 可是其他人岂能放弃呢 瞬间 这里残存下来的上百人 全部在这轰动之下 发出嘶吼 一个个猛地冲出 直奔仓穷 直奔呢 降临下来的一丝金色的天脉之气 白小春速度最快 他眼睛赤红 在冲触时一拍胸口 立刻阵阵黑色从他手腕钻出 凝聚在胸口 化作了一枚黑色的珠子 正是李清侯送他的保密法宝 一把按在了侯云飞的肩膀上融化开来 覆盖侯云飞全身守护他注击的同时 白小春身体拔底而起 冲天而去 天脉之气 是我的 白小春大吼 这一刻他已经疯狂了 脑海里没有别的念头 只有一个 抢到天脉之气 不管是谁 与自己争夺 那他都不允许 因为那是天脉之气 那就是他的命啊 抢我天脉 就是斩我寿远 白小春速度飞快 冲出时直接踏上苍穹 在所有人中 第一个靠近了天脉之气 一把抓住 可就在他抓住这天脉之气的瞬间 远处宋缺所在的洞府 宋缺手中的罗盘猛的刺目闪耀 影响了天脉之气 使得这天脉之气 在白小春的手中 要被其吸收的瞬间 骤然分裂 模糊中 从白小春手中钻出 化作了两部分 其中大半向前远去 小半改变方向 只本宋缺所在的位置 急齿而去 白小春他眼睛红了 他没有理会那小半天脉之气 目光落在前方挤走的 大半天脉之气上 猛的追去 想要再次的抓去 可就在这时 距离这里不远的鬼牙 刺客扬天一笑 全身上下鬼气透天 这一刻全面爆发 不惜代价 轰鸣中 他四周雾气浓郁 里面传出鬼哭生蚝之声 更有一只只带着杀气的龟手 在云雾内似咬伸出 方才 试图阻止宋缺 欲崩溃宋缺阵法的时候 鬼牙担心 道鸡不闻 没有发挥权力 可现在 他不在乎 道鸡是否稳定 全面爆发 战力顿时攀升起来 滚开 鬼牙咆哮 卷着无边鬼气冲入苍穹 与阻止白小春争夺天脉之气 要在白小春之前 强盗天脉 二人眨眼界 就在这半空中碰到了一起 鬼牙出手就是啥招 天地鸿鸣 雾气内赫然有十只巨大的鬼手 每一只都蕴含了助击之力 全部出现 轰鸣中这天改日 向着白小春毫不留情地灭杀而来 你让谁滚 白小春速度不停 大袖一甩 立刻他的前方巨像挥荡 紫气磅礴 形成了一尊惊天大鼎 向着鬼牙的十个鬼手直接轰击而去 他体内地外九次吵息之力全面爆发 加持子鼎 立刻使得这子鼎之力更为的恐怖 轰轰之声 再瞬间滔天回荡 鬼牙的十个鬼手全部崩溃 四分五裂 鬼牙喷出鲜血 身体被一股大力卷着后退时 白小春全身不死金光闪耀 如同斩仙 看似无碍 可实际上 他体内气血也在剧烈地翻滚 鬼牙七次吵息 与他之间只差两次 而宁气时又不相播种 好在白小春开了第一层桎 这才可以横扫镇压 此刻逼退鬼牙 白小春一晃就要抓向那一丝天埋之气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一声带着怨气的低吼 木然传来 白小春 吼声就在耳边 一道长虹似具备破空之力 化作一道惊人的剑光直奔白小春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永恒》 剑光内是上官天有 这一刻的他不在乎自己的道机 甚至施展了秘法 不惜展开体内的某种轮回风意 化作这充满了煞气的一剑 如要开天向着白小春直接穿透而来 白小春面色一变 上官天有的这一剑 让他感受到了危险 在这剑气临近的刹那 白小春眼中露出精芒 双手掐绝 向着两边急速挥舞时 他体内赫然冲出了一条巨龙虚影 龙头从胸口咆哮而出 直奔那剑气而去 同时 在他的身后 一头巨像虚影也嘶吼幻化 抬起双脚 向着上官天有狠狠的一踏 正是龙像画海惊 在修炼到大成后 形成了术法神通 此刻出现 立刻就与上官天有碰到了一起 轰鸣之声震耳欲聋 白小春脚步一顿 他面前的巨龙撕立 巨像崩溃 一股大力冲击全身 在金光连续的闪动下 这才压制下来 而对面的上官天有 此颗鲜血不断的喷出 身体都萎靡下来 两枪后腿 似这一剑对他消耗极大 这么一耽搁 那天脉之气远去更快 在其四周 此刻十多个三宗弟子 已经临近 正在相互厮杀争夺 而鬼牙也放弃了 对白小春出手 直奔天脉之气而去 上官天有咬牙 也是急速的靠近 白小春眼睛赤红 背后翅膀轰然一扇 瞬间如穿梭虚无 直接超越鬼牙 欲上官天有 杀入人群内 大秀一甩 一股大力 在他四周爆发 形成冲击 卷动四周 无数人不断后退时 白小春右手一把 直接抓住了那一丝 天脉之气 这一次他有经验 在抓住的瞬间 狠狠一捏 让这天脉之气 融入手指 使得他的右手 食指天脉气息浓郁 四周众人眼看 白小春夺到了天脉之气 一个个是杀鸡掏天了 他还无法立刻吸收 斩断他的手指 夺走天脉 杀了他 杀了他 四周的十多个三宗修士 立刻疯狂出手 里面有不少是主机 此刻出手时 立刻轰鸣四方 尤其是血系宗的弟子 竖发诡异 其中一人 居然侍奉出了 如恶魂般的魔头 向着白小春吞噬而来 还有一个血系宗弟子 身体极为强悍 出手时 身后居然出现了 一个大手的虚影 那种熟悉的感觉 再次浮现白小春心神 可此刻他无法多想 在这四周 十多人围攻的刹那 他眼中一样的杀机弥漫 他虽怕死 可落尘山脉的一幕 让白小春早就明白 想要自己不死的办法 就是杀了要杀自己之人 而今天不是这些人死 就是他自身亡 天脉之下没有道理 只有机缘 你们 你们找死 白小春低吼 他除了之前刚刚筑基成功 因怒而杀人外 在这陨界深渊内 始终不愿多杀人 即便是其他三宗弟子 他也没有试杀之意 可现在 他要大开杀计 话语挥荡时 白小春将不死筋疲运转到了极致 哄的一声 声声硬扛了这些人的神通的瞬间 他全身气血翻滚 嘴角一出鲜血 速度之快 出现残影 一连轰出十多圈 每个人都是一拳 白小春带着杀机的一拳 突破人体桎梏的一拳 地脉巅峰的一拳 在这一刻化作了血色的风暴 套天巨响中 四周十多个三宗弟子 全部被这一拳落下后 身体颤抖直接崩溃 化作了血雾 鬼崖与上官天佑 也一样在这一拳下 灭色变化不得不退 还有一个血系宗弟子 在身体崩溃的刹那 竟不知展开了什么神通 似身体先失去了魂魄 成为了空壳 在死亡的刹那 有一面模糊的面具 似要逃走 却被白小春察觉一把抓住 揉捏之下 发现无法立刻灭杀 索性融入修围 将其封印 扔到了楚带内 他转身时 这四周十多人全部灭亡 可不远处 更多的三宗修士红着眼 四杀而来 有一道身影最快 超越众人 直奔白小春 白小春 留下天脉之气 来人正是徐小山 他神色复杂 可依旧挥手间 四周轰隆隆的传出巨像 出现了九个巨大的石棺 上游风印 围住机修围 才可开启激活 由死气散出 此刻在徐小山的 住机修围下 事关开启 赫然出现了九具 长满全身黑毛的降尸 每一个都爆发出 住机的气息 白小春 之前与血熙宗交战 依然发现 血熙宗的术法 如其名字一样 都近乎磨刀 联系灵熙宗 对于血熙宗的介绍 若有这介绍是正确的 没有去抹黑的话 那么血熙宗的术法 的的确却充满了诡异 无论是那炼体的血熙宗修 是身后出现的 让白小春不知为何 觉得熟悉的大手 又或者是操控魔头 还有 这徐小山的炼尸之法 这一切都带着浓郁的杀气 此刻徐小山刚刚到来 他猛的一只白小春 立刻四周九具黑毛僵尸 瞬间一跳 如九颗流星 直奔白小春哄击而去 死气逃天 四耳边还传来 无数凄厉的嘶吼 形成了无边杀气 如要封锁八方 封引白小春 白小春眼中一闪 身体木然冲锄 全身金光闪耀 左手两指 快若闪电 在其中一个黑毛僵尸 到来的刹那 直接掐住脖子 狠狠的一捏 那黑毛僵尸脑袋一歪 可却没死 一拳轰向了白小春 白小春一晃避开 劈头散发 左手猛的抬起 向着下方狠狠的一按 这一按之下 立刻 他地脉九次潮汐之力爆发 形成了一股风暴 向着四周轰隆隆的扩散时 龙巷之力再次出现 形成轰击 直接将那九个黑毛僵尸 逼腿 他猛的抬头 身体一个前冲 杀出冲围 出现在了徐小山的面前 在徐小山 双目收缩的一树 白小春一拳落下 轰鸣中 徐小山喷出鲜血 身体外在这一树 竟出现了大量的防护法宝 阻挡于底消之下 虽依旧有伤 可却无奈 只是依旧被白小春 拳头上的大力 哄开了百丈外 与此同时 鬼牙与上官天佑 联手而来 白小春没有停顿 转身展开拳速 就要离开 鬼牙也好 徐小山也罢 还有上官天佑 这三人联手之下 白小春很难短时间击杀 而且他也不想 对着三人出杀招 正要离去这一刻 四周的其他三宗弟子 已然来临 这些人 虽然对天埋之气渴望 但眼下 既然白小春已夺走 他们也知道 白小春的强悍 不敢出手击杀 可仗着人多 想要限制白小春的速度 好让后方的鬼牙 徐小山 以及上官天佑 注意来围困白小春 这样的话 他们也并非没有机会 获取天埋之气 这其中有不少 玄西宗弟子 他们体内有虫影 出手时 立刻身体外 出现一尊虚幻之身 各有强弱 隔着一些距离 这些虚影 飞出阻拦白小春 但西宗的弟子 也施展类似手段 种种毒咬 炸弹 纷纷地轰出 一时之间 白小春的四周 竖法扩散 轰鸣不断 在这围攻下 白小春灭色阴沉 就算是由不死金皮 可若被阻拦围困 也会让他头疼 你们真的是找死 白小春 目中杀机一闪 身体立刻收缩 整个人化作一道长虹 生生地扛着四周的 树法毒丹 瞬间冲出 直接撞在一个 山躲不羁的 玄熙宗弟子身上 那弟子喷出鲜血 身体倒卷时 直接崩溃 拦截的防线 出现缺口 白小春一步走出 速度再起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 他前方 有一声低吼回荡 白小春 天外之气下 你我虽同门 可也要抢 声音传出时 北韩烈身影 迈着大步走来 右手抬起时 他的身后 如高举一轮烈羊 这烈羊 正急速地变黑 如同落日之法 骤然降临 北韩烈 白小春皱起眉头 几乎在北韩烈 出手的瞬间 远处一道长虹 似乘风破浪一般 刹那临际 一股泯灭绝生之力 扩散四周 正是九道 他放弃疗伤 哪怕白小春 强悍超凡 也要来争夺一番 他的出手 几乎与北韩烈 同时进行 泯灭符文 化作风暴 与那逐渐变黑的太阳 直接在白小春前方爆开 形成轰鸣之力 扩散八方石 终阻挡白小春的脚步 紧接着 身后鬼崖 徐小山 上官天有追来 五人围困白小春 这五人 任何一个都是天骄 更有的是天绝中的骄子 非比寻常 眼下联手 气势惊天 四周的其他宗门底子 眼看如此 如看到了希望 上百人全部来临 层层包围 要全部联手 势必灭杀白小春 抢夺天脉之气 白小春 你虽强可斗不过所有人 交出天脉之气 白小春 天斗主机太重要了 坏了你 你也会抢夺 这一刻我们没有通门 有的只是物竞天责 交出天脉之气 四周声音传来时 鬼崖身体一晃 整个人气势全部爆发 修为运转 自身竟化作一根鬼纸 分明只是一个指头 可却比鬼手还要庞大 如驱带了小半个苍穹 向着白小春轰轰的按来 气势之强漫天无际 上官田友 目中杀机强烈 深吸口气后 他的身体内 所有汗毛孔都爆发出了剑气 在他四周如凝聚了气血 魂魄以机修为 画作了一把惊天大戒 向着白小春 木然斩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徐小山大吼一声 眉心居然裂开一道缝隙 一道血光飞出 在身前化作了一具黑毛僵尸 这僵尸四狠古老 刚一出现 死气让四周虚无扭曲 指甲犀利 牙齿惊人 直奔白小春 没有结束 北韩烈咬牙 闭上了眼 身体内散出黑火 这黑火 刹那覆盖全身 向外不断的扩散时 赫然将此生 化作了一个黑色的太阳 腾空中逼近白小春 至于九岛 此刻立笑一声 双手飞速掐绝 形成了无数的符文 这些符文 每一个都蕴含了 恐怖的泯灭绝生之力 此刻凝聚在他面前 直接形成一缕细丝 这细丝仔细去看 全部都是由符文组成 仿佛可以分割一切存在 出现时 九岛面色苍白 鲜血喷出 整个人一下子苍老 似乎在用生命支撑 五大天骄 同时出手 在他们的四周 那些宁气弟子 也都一个个发出 最强的书法 各种神通五光石色 充斥天地 向着白小春 如怒浪一样 轰轰地拍来 强烈的危机 让白小春呼吸急促 此刻手指内的天脉之气 已然融化了一半 顺着经脉 滋养自己 丹田的九层灵海 一旦强行逼出放手 对他会有不小的影响 况且 这天脉之气 既然到了手 哪怕短时间扔出 也非白小春所愿 最重要的是 就算是五大天骄联手 那又如何 白小春眼睛筋芒一闪 深吸口气 在四周神通树法 轰来的刹那 他直接闭上了眼 双手抬起 如高举苍穹 口中喃喃说出了四个字 水则国度 以助济修为 展开完整的水则国度 这对白小春而言 刺客是第一次 他话语一出 四周方圆万丈 刹那间朦胧 眨眼的功夫 天地消失 化作了水则 无尽的水气扩散 打湿了所有人的 衣衫与头发 如同改变了这个世界 一股强悍的 无法形容的气息 在这一刻 从这水则国度内 疯狂地滋生出来 似乎超过了 主级初期 无限地接近 主级中期 这种 近乎突破修为上线的 术法 就是秘术 秘术分强弱 尽管这水则国度 与鬼夜行齐名 可白小春的水则国度 因他的地脉巅峰 因他曾经感悟的 本命之灵 因他突破了生命 第一层桎梏 种种缘故 使得 与众不同 超越了鬼夜行 此刻展开 天崩地利 四周五大天骄 众多修士 全部面色大变 他们的术法 居然在这一刻 如受到了压制 竟出现了 要崩溃的迹象 不能让他继续 出手 众人惊呼时 五大天骄的术法 全部加快速度 红明节 眼看就要落在 白小春的身上 可就在这时 突然的 白小春闭着的双眼 猛地 睁开 在睁开的刹那 一座惊天动地的飓风 从他脚下 从这万丈水泽下方 轰然而出 直接取代这个世界 屹立在了 天地之间 这山风太大 再出现的遗数 更有狂暴的气息 向着四周 排山倒海般的 哄哄而去 形成了不可思议的威压 如天地在这一刻 坍塌下来 相互挤压 欲碾死 一切天下地上的存在 与五大天骄的术法 牧然碰出 势如破竹 脆苦拉朽 五大天骄神通崩溃 各自地喷出鲜血 神色骇然 身体不受控制地 被大力抛出 四周那些宁气地子 一个个发出凄厉的惨叫 在这微压下 在这几压中 身体一一崩溃 开出了一朵又一朵的血花 弹裂魂飞 形神 巨灭 那是一个难以形容的巨兽 甚至没有人能看到 这只兽的样子 看到的 只是这万丈范围内 一根似要冲破苍穹的 巨大的刺 甚至更为恐怖的 是连这个刺的根部 都看不到 似乎万丈的范围 也都无法将其完整地覆盖 难以想象 这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巨兽 这 这是水泽国度啊 不可能啊 水泽国度是灵溪宗的秘法 可这白小春施展的 也未免太让人震惊了 五大天骄 心神轰鸣 鬼崖于北寒里还好一些 他们有些准备 可就算是有准备 也依旧在这一刻 海然不止 更不用说九岛与徐小山了 他们二人没见过这一幕 此刻首次看到 纷纷投皮发麻 浑飞魄散 而最无法接受这一幕的 是上官天有 他劈头散发 鲜血不断的溢出 整个人呆若目击 他一万次的不愿去承认 可是如今 却不得不承认 白小春的强悍 超过自己太多太多了 当年天久战时 我们的差距还没有这么多 可现在居然到了如此程度 这一刻 苍穹失色 这一刻 大地洪明 方圆万丈 全部水泽 唯有那一根 飓风般的刺 成为了唯一 所有修饰与其比较 就是蝼蚁 而在这寺内的白小春 仿佛成为了晴天之邪 鸿鸣巨响 撼动九天 扩散九地 距离这里 有些范围的宋区 正在吸收 他获得的那一丝天脉之气 此刻也都心神狂产 他之前引下天脉之气 将其提前爆发 目的就是要让白小春 与所有人展开争夺 而他这里 就可渔翁得力 可眼下白小春那里传来的波动 让他也都倒吸口气 该死的 这波动 宋缺忍着心惊 加速吸收 白小春所在的四周 这一数杀戮无数 他从来没这么杀戮过 他的眼内露出凶芒 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 他的心也一样在发抖 这是他本能的表现 他就算是此刻地脉九次巅峰 可依旧害怕死亡 对于打打杀杀 更多的是无奈 尤其是如今这么多人 要抢夺他的天脉之气 这就是抢他的命 让白小春不得不拼命了 水泽国度忽命而出 五大天脚喷血倒退 一个个神色露出骇然 而四周的那些宁气弟子 绝大多数 全部身体崩溃成为血化 再死亡的遗述 绽放了色彩 归于虚无 此人凶残无忌 他怎么可能是灵溪走 他这分明比血吸踪还要残暴 太凶狠了 这一击 直接中创五大天脚 灭杀数十宁气啊 远处 还要靠近的十多人 此刻戛然而止 一个个灭色苍白 看向白小春时 如看到了魔杀 纷纷稀奇 似乎在那天脉之气的疯狂中 苏醒过来 一个个如被一盆冰水 淋在头上 从里到外 全部冰寒 齐齐地后退 白小春身体一晃 瞬间远去 鬼鸭等人面色苍白 一个个 看着白小春离去的背影 竟不敢再追 此刻回想方才的一幕 分明是因天道之气的出现 自身欲望压制不住 那种好似灵魂深处的渴望 所引起的疯狂 让他们五人心有余悸 如今去想 就算是真的抢夺到了 又岂能保留得住呢 远处 白小春飞出不久 他身体猛地 距离地颤抖 一口鲜血喷出 灭色一样苍白 他虽地脉巅峰筑击 可面对五大天骄 面对那些宁起的围攻 尽管做到了 将他们碾压 可依旧还是受伤 若非不死金疲 怕使他的伤势会更重 好在不死长生宫 在达到了不死金疲后 除了防护之力强悍外 恢复力也超出常人太多太多 此刻他的体内 伤势正在飞快复原 最后一人就是宋缺 那分裂出的小部分天骄之旗 定是被宋缺夺走 他就是那个方向 白小春一眼中赤色扩散 此刻他获得的天骄之旗 已融入灵海很多 他整个人的气息 也都在逐渐地改变 可白小春清晰的察觉 自己所获得的天骄之旗 还不够支撑天道助击 而他也在这一刻 明显地感受到 于前方一个地方 另一部分的天骄之旗 如黑夜的明火一样 格外的清晰 天骄之旗分裂 宋缺早有准备 极有可能就是他造成的 没有任何停顿 白小春急速前行 直奔前方 此刻整个云界深渊内 曾经进来的四百人 眼下加在一起不到六十人 其中有大半都是灵溪宗的弟子 丹溪宗近乎全灭 剩下不到五人 玄熙宗也只剩下了十人左右 血熙宗虽多一些 可也只是十几人的样子 而灵溪宗的弟子 尽管在之前死伤惨烈 可从白小春出关后 就少有死亡 即便是之前参与了围攻的白小春 也被白小春指伤不杀 如今还有三十多人 对于云界世界而言 这种惨烈的程度 只有八百年前 血熙宗无极子的那一代 才出现过 而眼下 于白小春身上再次出现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永恒 苍穹轰鸣 在白小春急持直奔宋缺所在之地时 宋缺与他临时的洞府中 劈头三发 双手按着面前罗盘 一丝丝填埋之气 正从罗盘内升起 钻入他的蹊跷中 与他体内的八层领海 不断融合 可宋缺明白 这种融合无法稳固 一旦重伤 会不断地从体内钻出 而想要稳固 除了需要时间外 更重要的是需要 另一部分天脉之气 让其完整地凝聚成一份后 才可以让一个人天到主机 白小春 当最后一丝天脉之气吸收完毕以后 宋缺抬起头 眼中露出疯狂 就在这时 苍穹中 一道长虹呼啸而来 还没靠近 这道长虹 凝聚出紫色的大顶 与宋缺洞符上方换化 向着洞符狠狠地一砸 空鸣之声震耳欲聋 洞符崩溃时 宋缺的吼声震天 一瞬冲出 直接在板空中 与白小春碰撞到了一起 二人都无法退避 无法避战 因为都要从对方体内 轰出所需的天脉之气 此刻一出手 就是杀手锏 此人定有诸多准备 我需要一个机会 一击抽取他身上 所有的天脉之气 否则久战 可能生变 白小春内心沉溺 出手更快 宋缺右手掐绝 往往一指之下 立刻白小春的身上 就会出现一个血液 眨眼崩溃爆开 更是在不断的出手下 他的体内滋生出无数的血气 这些血气在他身后 慢慢凝聚出了血色的剑胶 还在蔓延 白小春掐绝节 子顶忽鸣 更有龙响之影幻化四周 临近时 他的肉身之力 使得一拳一脚 具备排山倒海之力 金吴剑 小木剑 更是在他四周飞舞 掀起阵阵破空之声 穿梭无尽 尤其是这两把剑上的三次裂灵之纹 这一刻不断闪耀 使得剑气惊天 小木剑上出现大量的黑气 而金吴剑上因白小春此刻注击 使得金吴幻化 火鸟丝鸣威力大增 短短的时间内 二人在半空激战了上百次 越摘越凶残 宋缺本就不俗 更是八次潮汐地脉 出手时风雷滚滚 而白小春一样潮烦 不死机身 突破生命第一层质骨 九轮地脉潮汐 使得他凌驾于宋缺之上 虽有伤势影响了发挥 可宋缺一样呆上 二人轰杀时 各自都有天脉之气 从全身被震出一丝丝 迅速被对方吸走 可总体来看 明显的宋缺震出的更多 白小春相对震出的娇少 往往你吸我三成 我吸你五成 相互吸收争夺之下 渐渐的白小春收取越来越多 同时 二人神通是频频出现 而宋缺这里 虽处于下风 可他身上的血气散出更多 在身后 慢慢凝聚出了一把巨大的血剑 这血剑给白小春一股危机感 可他却让不死金疲的光 逐渐的暗淡 露出仿佛难以支撑的征兆 宋缺的心急 白小春从之前的事情就可以看出一眼 而对方明知道不如自己 还要与自己争夺 除了疯狂之外 必定还有杀手键 毕竟 这是明诊其他三宗的血西宗最强的天骄 即便血西宗隐藏了其他与其并列的天骄 可能被推出台面的也绝不会是寻常之辈 宋缺眼看不秒 眼中露出疯狂 突然张开双口 吐出一个血球 这血球刚一出现 白小春早有准备 刹那后退 在他退后的遗数 血球立刻爆开 形成恐怖之力 轰鸣四方 苍穹似都颤抖了一下 大地更是狂风横扫 冲击散开 使得这方圆百丈 近乎焦土 白小春 嘴角溢出鲜血 身体退后时 宋缺也喷出鲜血 可却深吸口气后 全身枯萎下来 借助这枯萎之力 居然伤势恢复加快 神色带着猙獰 向着白小春一步走来 死 话语传出的瞬间 宋缺右手在身后一抓 抓到了身后血气凝聚的大姐 握住剑柄 化作一道半月的血光 向着白小春狠狠地一展 这才是他的杀手锏 血熙宗中风秘书 血沙界 第166集 血沙界 血熙宗中风传承之法 唯独中风弟子才可修行 且原则上只有筑机修饰才能施展 而宋缺在宁气时就可略斩一二 如今地脉筑机终可将其展现出来 哪怕只有第一时 可在拔剑斩下的刹那 苍穹如被一道血色剑光分割 这血色的剑光取代了一切 成为了四周天地的唯一 直奔白小春木然降临 甚至仔细一看 这血剑分明就是一道剑气 这剑气如虹 所过之处仿佛可以割裂一切存在 在与白小春的小木剑碰触的刹那 木剑直接四分五裂 哪怕是三次练龄改变了材质 也依旧在这一刻崩溃爆开 而金屋姐因其材质更高 三次练龄后一样有了异变 与这剑气碰撞后 虽被狠狠地抛开 暗淡不少 可却没有损坏态度 宋缺嘶吼 目中带着疯狂 更有强力的信心 他与白小春曾经的第一战 没有用处着逆血剑尸 就是因为以他的修为 如今只能展开一剑 这是他最强的杀手键 为了确保这一剑没有问题 他甚至不惜用了最后一个 治保血球 先是重伤白小春 而后展开逆血剑尸 为的就是确保万无一失 要我给我填埋 要我去死 修士对决 勾心斗角相乎算计 虽重要 可却不需要太花哨 只需在恰当的时候 削弱对方的同时 让自己的力量爆发得更完美 就足矣 而宋缺更自信 是因为自己的密法恢复 让他在短时间内伤势全不痊愈 恢复到了失诚战力 他相信自己准备的这一切 必定无碍 可就在这一剑落下的刹那 白小春墓中有古怪之意 一闪而过 似对着血剑有些诧异 可显然此刻来不及多想 他全身略微黯淡的金光 全面突然爆发开来 右手闪电一般抬起 两指一出 直奔宋缺喉咙 似要与宋缺同归于尽 宋缺灭色一变 很快露出猙獰 居然没有闪躲 而是速度更快 血剑瞬间落在白小春的肩膀上 向下狠狠一展的同时 白小春的双指 也出现在了宋缺的喉咙上 狠狠的一泥 咔嚓一声 宋缺的脖子居然模糊 出现了重叠血影 使得白小春这一击竟抓空 可同样的 宋缺那一剑看似斩在白小春的肩膀上 可他全身金光 猛的爆发之下 不死金皮 全面凝聚 竟生生的抵抗了一下 使得那一剑居然斩不下去 仿佛失去了应有的效果 又仿佛使威力减少 如白小春具备天然的抗力 宋缺与白小春同时灭色一变 可二人没有任何迟疑 在察觉对方都早有准备后 立刻展开后续之法 你血印 宋缺低吼 手中血气剑瞬间崩溃 化作无数血色的印记 直接覆盖白小春全身 红然崩溃 齐齐爆开 与此同时 白小春的右手碎喉锁 突然改变 居然飞速掐绝 向着宋缺一指 这一指之下 紫砌玉顶宫全面爆发 不是紫切划顶 不是举重若轻 而是白小春曾经多次尝试 始终没有放弃过的 欲人大法 这欲人大法 曾经在北岸时 无法让白小春满意 只是能让那些战兽 出现一些肢体上的意外 难以操控自如 可言下 白小春要的不是操控自如 而是一个意外 玉立无形散开 使得宋缺在避开 方才的第一击后 身体四肢出现了不协调 下半身猛的向前 四倍人从身后 突然的推了一下 一个亮枪 好像要摔倒 他灭色顿时变化 因为身躯被这么一影响 必须要守的 虽不再是喉咙 可却变成了丹田 这一切说来话长 可实际上 却是电光火石间发生 轰鸣之一 刹那滔天而起 白小春全身血印爆开 一层层的崩溃 让他鲜血喷出漱口 可同样的 他的一抓之下 碎喉锁 再次施展 抓向宋雀的丹田腹部 宋雀魂飞魄散 丹田对他的重要性 虽不是致命 可却是灵海所在 是天脉之气所在 此刻正要逆转 但白小春的碎喉锁内 却有犀利 骤然出现 死之前 一直在压制 此刻才爆发出来 借助犀利 刹那接 白小春的右手 碎喉锁 直接穿透了 宋雀的腹部 深入到了血肉之中 进入到了 其丹田领海内 在宋雀的一声 凄厉的惨叫中 白小春的碎喉锁 正要去捏 一旦捏下 宋雀的丹田领海 就会崩溃 若是换了其他人 在这么短暂的时间 根本就无法有太多思绪 与自保 下场 必定是丹田领海碎米 可宋雀 身为灵溪宗 明面上的第一天教 他的确不俗 竟在这危机关头 果断非凡的 直接将体内的天外之气 轰向白小春 深入自己丹田的右手而去 接住天外之气的轰击 形成了一股大力 在他丹田处 直接的爆开 撼动了八层灵海 咔咔声下 使得八层灵海 出现了大量裂缝 可同样的 也利用这股暴力 生生的 将自己的身体 与白小春的右手 直接轰开 哪怕放弃了天外之气 哪怕体内灵海 有了大量裂缝 可毕竟没有崩溃 宋雀灭色苍白 鲜血喷出 头也不回 急速地远去 更是在逃走时 他忍着剧痛 与虚弱 狠狠捏碎一枚玉解 在这玉解 捏碎的瞬间 他之前布置在 允见世界的那些节点 立刻碎裂 碎裂飞快 蔓延整个大剑的剑身 原本耸缺 做不到这一点 可天外之气 是支撑着大剑 不朽的关键 如今天外之气消失 大剑不朽之力消散 本就摇摇欲坠 配合血细宗 特定了节点的阵法 同时爆开 撬动了剑身 自然崩溃 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有恒 白小春双眼一闪 此刻他的右手上 余下的那一部分天脉之气 全部在内 正快速的融入自己手掌内 瞬间钻入体内 进入到了丹田 与另一部分天脉之气融合 成为了一股后 他的整个丹田领海顿时的翻天覆地 天道的气息更是在这一刻冲天而起 充满神圣 排山倒海般的扩散整个世界 使得所有残存的四宗弟子 全部感受 一个个骇然的看去时 立刻看到了 在传来这气息的方向 天地之间居然出现了一张巨大的面孔 那面孔赫然是白小春的面孔 白小春 天道主机 远处的宋区一边吐着鲜血 一边急驰时也看到了这一幕 脚步一顿 抬头死死地盯着那天道之气形成的白小春的面孔 双眼赤色 两个拳头紧紧地握住 指甲都倒了肉中 鲜血滴滴答答地流下 他都没有察觉 白小春 在这四周人各种复杂与震撼时 白小春的丹田内天道之气浓郁无边 他的丹田九层领海 正在肉眼可见的逐渐化作金色 看其速度 估计最多三五天就会完成 而当领海彻底成为金色后 就代表着白小春完成了天道主机 他的修为 他的潜力 他的寿源 在这一瞬轰然攀升 那种感觉似于这云界世界外的真正天地 也都出现了感应 更让白小春心神震动的 是他在这一瞬 仿佛在更遥远的天空之上 隐隐感受 似乎还有一层苍穹天地 那里充满了沧桑 充满了远古 这感觉瞬间就消失 白小春静意不定 有心去追击宋缺 趁着他现在虚弱 将其斩杀 可宋缺临走时捏碎的御剪 碎裂了节点 影响了整个陨剑世界 这一刻 这影响已从剑身席卷了剑内 苍穹传来咔咔巨响 每一声都似天雷咆哮 一道道巨大的裂缝 瞬间扩散整个陨界世界的天空 而大地同样在这一顺高山坍塌 平原枯起 出现碎裂 一道道裂缝 在大地蔓延开来 似乎整个世界都要崩溃 不好 这是怎么了 天哪天哪天哪 这个陨界世界莫非要坍塌了 此地弟子全部骇然时 陨界深渊外 蛇林子 欧阳杰 以及玄丹两宗的长老 原本正在打坐等待 距离圣地关闭的世界 还有一个月 可在这一瞬 这四人灭色同时大变 齐齐地看向大剑 无数的裂缝 弥漫大剑剑身 瞬间军裂 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运剑要崩溃 该死 我们也进不去了 四个人纷纷色变 心中惊疑 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居然让这把大剑崩溃 他们试图进入大剑世界 却被排斥在外 剑身内 有当年此地被发现时 为了防止意外 被死宗老祖 布置的各宗传颂阵 只有在世界崩溃时 才会被引动 虽因崩溃影响 或许无法准确传颂回宗门 可一旦开启 也能将弟子 传颂到宗门附近 应该无碍 虽然面色变化 内心焦急时 都想起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 允建世界内 随着天地的碎裂 四个巨大的阵法 直接在这片世界出现 一股股传颂之力 从这阵法内 直接扩散开来 一瞬间 横扫整个世界 覆盖了所有弟子 根据各宗弟子 所修基础功法的不同 别人气息 展开传颂 虎明节 此地一个个四宗弟子 身影被传颂之光笼罩 刹那消失 白小春也在其中 看着天地的变化 他想到了 欧阳杰长老所说的 不可抗力 眨眼间 眼前漆黑 他的四周 传颂之力出现 眼看就要被传颂走 突然的 一只小手 从虚武中伸出 要一把抓向白小春 阻止他离去 哥哥 留下来陪我吧 白小春 头皮发麻 猛得睁大了眼 看到那只 苍白的小手 后面 白衣小女孩 那四笑非笑 充满了 诡异 争鸣的面孔 尤其是黑发飘摇 遮盖了半张脸 使得这小女孩 看起来更为恐怖 那只小手上 散出阵阵死气 似化作一条条毒蛇 仿佛要钻入 白小春的蹊跷 以及所有汗毛孔 可就在这小手 碰触他的刹那 他体内 九层领海的天道气息 木然散出 所有死气 立刻崩溃 那些毒蛇 发出凄厉的嘶吼 如被磨去 而那小手 也是眨眼间枯萎 露出死皮 更有浓血 滴落 触目惊醒 瞬间缩回 一声不甘心的嘶吼 从虚无中传出 与此同时 白小春四周传颂之力爆发 他的身影 消失在了 陨界世界 在所有人都消失后 这陨界世界的崩溃 依旧还在进行 可突然的 居然从天空 从大地 那一道道裂缝内 出现了大量的阴霾之物 此雾气灰色 一瞬间覆盖整个世界 死气爆发 腐朽万物 包括 那四个如同底牌一般 只能使用一次的传颂阵 也都在这腐朽中 成为了废墟 整个世界 眨眼间 如成为了鬼域 紧接着 一声声嘶吼 从这雾气内猛地传出 这嘶吼惊心动魄 仿佛此地所有杀魂 都不再茫然 而是出现了 苏醒的征兆 大界 诡异的不再崩溃 大界外 欧阳杰四人眼看 剑身 停止碎裂 可却有大量黑气散出 他们四人面面相取 心惊之下 一个个瞬间飞出 再次尝试 进入里面 这一次顺差 这四人踏入这片世界 立刻就被此地的变化 所震惊 更是察觉到 这片世界内 似乎有一缕 残留的神圣气息 这七夕 天脉之气 这是天脉之气 四人神色 狂震的刹那 突然的 一个女子 阴冷的声音 默然间 从雾气内 带着残忍之意 传遍天地 天脉之气 既已被尔等弟子 吸走 那么从此 此地称为 九幽鬼域 尔等告知四方 日后不得踏入半步 如有违反 屠宗灭生 这声音传出的瞬间 欧阳杰四人 全部牺牲轰鸣 一个个喷出鲜血 神色亥然 耳边如天雷滚滚 身体不受控制的刀卷 被直接卷出此地世界 沙灵 欧阳杰四人 失声惊呼 这股威牙 在他们感受 超越了原因 一个个身体颤抖 心中泛起 滔天大浪 出来后 各自急速飞奔 要将这个消息 告诉宗门 云界世界 居然化作九幽鬼域 里面出现了一个 杀魂 苏星后 形成的杀灵 天脉之气被吸走 是谁 到底是死宗 哪一宗的弟子 吸走了天脉 这代表的是 天道主计呀 就在他们四人 心惊肉条 骇然的远去时 曾经的云界世界 如今的九幽鬼域内 雾气中 一个穿着白衣的小女孩 怀中抱着失去了皮肤 缩小了很多的雷衫 收回了 看向天空的目光 在他的四周 此刻有数千上万的杀魂 一个个竟跪拜在他的四周 鸦雀无声 唯有雷山的眼睛带着恐惧与痛苦 仿佛惊恐到了极致 还有就是 在这小女孩的身边 站着一个妙龄女子 这女子双目无神 如同傀儡 正是 共孙万儿 她身上的毒已消失 那些毒虫也都不见 脑内的人面之珠 也化作了一团雾气 整个人从内到外 焕然一新 很干净 小哥哥你不陪我玩 不过没关系 我很快就出去找你 让你看看 我的这件新衣服漂亮不漂亮 小女孩哥哥一笑 看了夜身边的公孙万儿 生意森染 诡异无边 云间世界改变 成为了九游鬼域 这对于东脉下游 修真界而言是大事 代表着 此地从此将不再是 主击圣地 而是成为了凶狱 甚至里面 还出现了一个 煞魂苏形后 形成的更恐怖的 拥有神志的煞灵 此事之大 让逃出的这四宗长老 纷纷地牺牲汉阵 可事已至此 难以改变 对于四宗来说 虽影响不小 可就算是损失 也是四宗一起损失 真正让他们 自然心中震撼的 是女子话语 以及他们方才 所察觉到的 天脉之气 天脉之气 代表的就是 天道主击 到底是谁 哪一宗的弟子 获得了天脉之气 该死的 如果是其他三宗 出现这样的天道主击弟子 必定要在其弱小师割杀 否则的话 一旦此人结丹 那么就很难阻止 其一飞宠天之事 一定是我薛熙总 我薛熙总 既无几子劳族后 将再出现了一个 让其他三宗同辈 绝望之羞 死宗长老 各自展开全宿 刹那远去的同时 他们分别拿出传音预解 用最快的速度 将这两个消息 传回宗门 与此同时 更是尝试去联系 被传送出去的弟子 试图传音问询 可却发现 这些弟子 在被传送出去后 受空间波动影响 一时之间 难以联系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私人焦急 可随着他们的消息 传回各自宗门 薛熙总 玄熙总 灵熙总 丹熙总 全部震撼 甚至惊动了 四宗的老祖 派出大量 主机护法与长老 还有太上长老 也都触动 在自己的宗门 锁在四周范围内 全力地寻找 只要找到一个自己的弟子 就立刻能知道 允建世界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重要的是 是谁获得了天脉之气 灵熙总 灵熙总内 一代老祖亲自下了蜂蜜 无数内门 还有主机长老 全部在这一天 同一时间 飞出宗门 方言看去 南北两岸 全部发动 还有外门弟子 也都散开 他们接到的任务 是寻找传颂回来的 允建深渊的弟子 只要有人找到 立刻禀报宗门 第一个找到弟子的 不是传颂回来人数 最多的灵熙总 而是只有五个人 归来的丹熙总 丹熙总在允建世界内 原本的八十人 死亡超过九成 可运气似乎在这一刻迟来 这被传颂归来的五个弟子 居然有一个 竟被直接传颂到了 丹熙总山门外 当丹熙总的长老 以及掌门纷纷来临时 这丹熙总的弟子 在传颂的过程中 虚弱无比 欺弱有私 被同宗立刻扶持 融入灵力后 才勉强能开口 颤抖着身体 他目中残留着惊恐 生意虚弱中 带着恐惧 都死了 凤丽大师兄死了 赵如师姐也死了 都被那没有人性的 林熙总白小春 灭杀的 白小春 地脉九次潮汐 最终于宋区 争夺天脉之起 成就 成就天道铸鸡 这弟子的声音回荡 四周丹熙宗的弟子 以及长老 还有掌门 全部吸身震动 一个个呼吸急促 猛的睁大了眼睛 露出了无法置信 天道 主击 白小春 灵溪宗 立刻通告在 灵溪宗范围内的 所有案子 全部出动 在灵溪宗之前 找到白小春 不惜代价 将其割杀 旦溪宗掌门 双眼一闪 阴冷开口 第168集 在丹溪宗 发动所有案子 预先找到白小春 不惜代价 将其击杀的同时 其他三宗都在各自派出大量弟子 开始于自身范围内 寻找各宗弟子 也正是在这一刻 东林州内 靠近东林城 有一片山脉之地 其内丛林弥漫 巨树众多 突然的 一棵巨树旁 虚无扭曲 有传颂 波动 轻微的散出后 白小春的身影 亮强地 从里面泡了出来 他刚一出现 就忍不住 蹲在地上 哇哇的大吐 这是什么传送啊 我的小命都差点被传送没了 白小春 脸色苍白 气喘吁吁 他不知道 以往的传送 都是在保护的状态下开启 减弱了传送之力 可这一次是陨界深渊崩溃 传送强力展开 四宗当年于三大圣地都有这样的布置 要的是危急关头的速度 自然不会去考虑更多时间形成的保护 这种强行传送 意志寻常之人 很大可能是直接昏迷 吐了好半啥 白小春才觉得恢复了一些 可依旧是头晕眼花 扶着一旁的大树 看向四周时 不知道身在何方 可按照之前 欧阳杰长老的话语 他明白 那传送的开启 是因不可抗力出现 这么来说 我现在应该是回到了东林州 白小春 白小春揉了揉额头 心中残留余迹 他想到了自己传送时的那只小手 以及诡异的声音 身体一个哆嗦 打定主意 这辈子都绝不再回 云界深渊 此刻喘着粗气 他找了一个树干坐下 看到自己衣衫破损 都看不出是灵溪中的内门弟子 衣衫了 似乎很狼狈的样子 上面还有血迹存在 他想换一套 可却发现除袋内 没准备替换的衣服 云界深渊内 太凶惨了 白小春回想 在云界世界的一幕幕 觉得头皮发麻 尤其是想到 那些人疯了一样的要杀自己 还有最后送缺的狠辣与凶猛 白小春叹了口气 休想 干嘛要打打杀杀呀 他感慨时 感受了一些修为 看到体内领海磅礴 正不断的化作金色 如今已完成了三成左右 天到处击 白小春振奋的 忘记了云界世界的凶险 激动起来 尤其是想到 增加五百年寿缘 他更是双眼冒光 小秀一甩 抬起下巴 傲然开口 哈哈哈哈 我白小春 果然是绝带天骄 厉害啊 厉害厉害 要离开这里 我去看看这四周 是什么地方 他发现 此刻自己的修为如常 甚至每时每刻都感觉在增强 可偏偏气息却越来越弱 仿佛原本从体内无意识散出的威压气势 因领海的天道主机正在不断的收索 如同内敛 以及蜕变 眼下 他的气息在外人看去相当于宁气九层的样子 且还在不断的减少 按照白小春的估算 当自己外在的修为气息完全消失 看起来如同凡人时 如压缩到了极致 自己的天道主机将最终完成 从而形成一次开天辟地般的爆发 估计再有一两天的时间就完成了 白小春高兴 没在意气息的变化 毕竟他修为如常 此刻拿出玉解 正要传音给宗门 却发现玉解上有传颂之力残存 一片混乱 虽然 这传颂之力正慢慢消散 可短时间用不了 他有些头痛的收起 一晃之下 立刻飞出 在半空中化作一道长虹 直奔远方 不多时 在白小春如今的修为之力下 他的飞行速度也暴增太多 渐渐地飞出了这片山脉 更是看到了远处一座雄城 屹立在群山之间 这座城池通体青色 四周城墙高高怂起 青砖修剪 似乎每一块青砖上都刻着无数的符文 使得城墙俨然组成了一个浩荡的阵法 这阵法形成的光竹 随时随刻都冲天而起 似于苍穹连接 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青色漩涡 缓缓地在城池上方转动 不时有一道道闪电划过 看起来极为的壮观 更是存在了压制之力 使得一定修为以下的修士 在这里尽空飞行 而这城池也庞大无比 足以容纳千万人的规模 四个城门有大量行人 进进出出极为热闹 城门前有石碑送礼 与城墙齐高 上面写着三个龙飞风舞的大字 东林茶 白小春一愣 随后眼睛猛地亮了 此地正是灵溪宗范围内 第一大城 隶属于灵溪宗 东林州范围内 十大修真家族共同执掌 已存在近万年之久 里面不但修士众多 更有凡人无数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有恒 除了十大修真家族执掌外 灵溪宗还会派出弟子代表灵溪宗 如同使者坐镇此地 平衡十大家族 杜灵飞 数年前就被派到这里成为使者 虽是宁气修为 可实际上在这城池内 灵溪宗也有助基长老坐镇 只不过平日里不会外出 一切事情都由杜灵飞处理 杜灵飞的任务就是 平衡十大家族 杜师姐当年在我回宗门不久 就被安排到这里成为使者 好久没见了 白小春心头一热 脑海里浮现出杜灵飞那 又羞又称的模样 不行 我要微服司法去检查一下 看看这些年小杜杜 有没有背着我找了别的汉子 白小春面露脚霞 赶紧飞出直奔东林城 在快要靠近时 他感受到了近空的威亚 真是的 我是荣耀弟子 我是掌门师弟 这东林城是灵溪宗的 那不就是我的吗 居然还对我近空 白小春嘀咕着降临地面 飞奔靠近城门 看到不少人都在排队 他也不好意思插队 于是站在后面等了半晌 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 缴纳了灵石 进入了东林城 没人来盘查 似乎此地只认灵石 仿佛有自信 没人敢在这里惹事 这东林城规矩好大 进城居然还要拿灵石 白小春很不满 可一想到自己的身份 觉得若去计较这些 有些丢脸 于是干咳一声 背着手 大摇大摆地走过城门 看到了城内的无数建筑 一眼看去 白小春整个人倒吸口气 睁大了眼 拙力太大了 四周青石铺路 每一块青石都散出灵气 两旁建筑更是金碧辉煌 雕龙客风气势不凡 宝珠 灵石 法光 在这四周的建筑上 都成为了点缀 一股奢华的气氛 向着白小春扑面而来 这 这里 白小春咽了一下唾沫 看着那四周的华丽 看着此地的车水马龙 熙熙攘攘 无数的人群 他觉得自己仿佛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这里大多数人都是零罗绸缎 行走带风 不管修为如何 气势都很是傲然 即便是凡人 也都仿佛与修师融洽在了一起 没有其他小地方的敬畏感 白小春 稀奇连连 走在街头 更不时传出惊呼 他是真的心中气负连连 毕竟他从小就在村子里 出了村子 就是宗门 从来没有看到过如此惊人的城池 而他的这幅举动 立刻让来往的修士 有一些目中露出轻蔑 如看土包子一样 还有不少 看到白小春身上的残破衣衫 尤其是血迹斑斑 直到此人不好惹 立即就避开 我都不知道 这里居然这么好 白小春是越看越喜欢 他还感慨 若早知道这里这么奢华 他说什么 也要在宗门运作一下 给自己安排 到这里享受一下 此刻感慨是 他路过一处阁楼 顿时脚步就抬不起来了 直勾勾的 看着店铺内挂着一件件的衣袍 那些衣袍各种颜色都有 多种服饰 刺绣华美 最不起眼的一件 也都在很多细微的地方 处理得很是巧妙 在白小春感觉 这里的任何一件衣服 都比自己宗门的衣袍 要漂亮太多太多了 他眼中冒光 立刻就走了进去 阁楼内还有几人 正在挑选衣服 白小春刚一进入阁楼 这些人都看了过去 眼看白小春 衣衫狼狈 心中虽比 可是 察觉到 白小春散出的气息 是拧起七层后 一个个都收回了目光 但是 有一个身穿滑袍的青年 在看到白小春后愣了一下 似随意的低头 掩盖目中露出的一抹 闪顺济世的奇异光芒 与此同时 一个伙计满脸笑容的来到白小春身边 殷勤的为他介绍起来 这件天龙袍 是用天水蟒的皮浸泡在9981种药槽内 然后请来大师刺绣 蕴藏阵法 尤其是遇到水属性的竖法 更有一定的抗性 还有这件千叶衣 是用一千种林叶编制而出 加以密法制作 穿在身上 可每天闻到草木之香 长久如此 与灵药一样 还有这件 白小春咧咧点头 左摸摸右碰碰 爱不释手 那身穿滑袍的青年 此刻抬头 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 向着白小春走来 抱拳一拜 这位兄太 有礼了 白小春诧异 转头看向青年 在下侯云青 这小店是我的所有 兄台气欲不凡 一看就是人中龙凤 看好那件 侯某送给兄台 就等交一个朋友 侯云青脸上笑容可举 如同春风 言辞很是客气 真的 白小春眨了眨眼 看了这侯云青一眼 当然是真的了 侯某 从不说假话 侯云青连忙开口 白小春呵呵一笑 这种送上门的好事 他没有拒绝的道理 双目一闪 毫不客气的 选了那件天龙袍 一旁的伙计呆 待了一下 看向侯云青 侯云青 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后 那伙计一脸不可思议的 去将天龙袍取来 白小春一拍之下 穿在了身上 立刻整个人 与之前在气势上 就不同了 这件天龙袍 穿在胸台身上 完全合身 如同专门 为胸台准备的一样 胸台好严厉 你也这么觉得 白小春惊喜 摸了摸衣服 很是满意 心中感慨 自己在宗门时 那穿的实在是 太寒酸了 与这花花世界比较 他觉得 自己已经爱上这里了 侯云青没想到 白小春会这么说 一时不知道 该怎么接口 干咳一声 岔开话题 胸台 今晚我东临城内 有一个宴会 灵溪宗杜灵飞使者 已然认满即将会宗 这宴会就是为此而设 胸台若没有什么事 不如与侯某 一起去看看热闹 白小春 似笑非笑的 看了侯云青一眼 略意沉吟 欣然同意 侯云青知道 自己有些唐突 可机会难得 闪顺即逝 他没时间去铺垫 此刻笑着随白小春 一同出了店铺 引领向前 他的身后 还有七八个护卫 这些护卫 每一个都是 宁起五层左右 一个个 有煞气蕴含 虽是散修 可显然 都擅长杀戮 说起这灵溪宗杜灵飞使者 那是 剧色天仙一样的巾国 不但修为高深 更是绝世容颜 放眼整个东临州 也都足以 列为前十的险子 这些年 他作为使者 平衡修真家族 出有声色 可很快就游人有余 手段巧妙啊 途中 侯云青偷看了 白小春一眼 这么厉害啊 白小春 这还是首次听到 杜灵飞在东临城的事情 很感兴趣 是啊 非常厉害 整个东临州 诸多修真家族 多少娇子 欲引起他的青睐 只是在侯某看来 没有哪一个家族的族子 可以与其般配 甚至 就连灵溪宗内 也少有能般配之人 若真说有 也唯有一个人 谁啊 白小春听到这里 眨了眨一眼 问了一句 那个人 就是灵溪宗内 万年难得一见的 绝世天骄 荣耀弟子 掌门师弟 明镇南北两岸 让无数弟子追捧的 白小春 侯云青 神色露出崇拜之意 似压制不住激动 他身后的那些护卫 一个个神色古怪 他们跟随侯云青多年 这还是首次看到对方如此去说话 不由的多看了白小春几眼 心中都有差异 呃 这白小春啊 的确很是不俗 白小春干咳了一声 认同的开口时 目中露出完尾 神情似笑非笑的 扫了侯云青一眼 侯云青也不知是真没注意 还是假装没看到 在那里自古自的继续激动 何止是不俗 那是天之教子 那是巨拨一般的人物 灵溪宗所有女弟子的理想道理 所有男弟子的心中挚友啊 那是整个灵溪宗的瑰宝啊 我听说他和很多人去了三大主机圣地 归来时一定是地脉主机 这种人物 如同天空的明月 只能让人仰望 可惜我侯云青自制不行 否则的话 一定要去寻找他 这一声甘愿跟随其身后 献拳马之劳 也心甘情愿的 白小春在一旁听着听着 就算是他 此刻也都觉得有些脸红 看着激动不已的侯云青 白小春内心感慨 他不忍心去打断侯云青的话 于是任由对方继续说下去 目中露出鼓励 这一路 直至到了宴会 侯云青都没有停嘴 不断地换着花样去追捧 灵溪宗的白小春 到了最后 他自己都没词了 可看到白小春鼓励的目光 他一咬牙 绞尽脑汁地搜刮此语 这种一路不停造成的疲惫 外人不知 在白小春与侯云青 去网宴会的同时 东临州中 灵溪宗派出的大量弟子 还有长老等人 已然扩散开来 飞速地寻找 传送归来的弟子 要去了解 陨界深渊的情况 此刻 一队内门弟子 在一处 从林边缘 找到了第一个人 此人在传送时昏迷 此刻 立刻被人救醒 醒来后 这参与了 陨界深渊 主纪的弟子 说出的第一句话 骇然了 他四周所有来救援的内门弟子 白小春师说 天 天道主级 这句话 如同天雷 轰鸣众人心神时 那几个内门弟子 全部倒吸口气 这事太大了 他们毫不迟疑 立刻将这个消息 传回了宗门 很快的 随着这些 被传送回来的弟子 陆续被找到 一道道消息 传回宗门 每个人告诉宗门的 都是类似的事情 白小春 天道主级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一念永恒 云界世界 白小春成为其他三宗 绝望之人 斩杀戴希宗赵柔 灭杀戴希宗方黎 重创九岛 与宋缺争夺天脉之气成功 寄生天道主级 甚至还有人说 玄熙宗雷山 也被白小春灭杀 这种种消息 立刻让灵熙宗 全部轰动 所有长老 七大长座 还有掌门 都为之震撼 立刻狂喜 他们之前焦急 不知道哪一宗弟子 称为天道主级 实际上 内心对于这个天道主级 很大的判断 是来自血系宗 甚至还安排了 在血系宗范围内的案子 让其击杀血系宗弟子 可眼下 却震撼地发现 原来天道主级 居然是他们灵熙宗的弟子 居然是白小春 这让李清侯 与掌门狂喜的同时 也轰动了 灵熙宗那些太上长老 整个宗门再次触动 扩散四方 这一次只有一个任务 找到白小春 立刻穿衣 全力保护 护送回宗 同时 灵熙宗在这段世界 严格控制范围内的 所有可疑之人 他们相信 其他三宗在得到这个消息后 必定会不惜代价 在这个世界 要去灭杀白小春 而灵熙宗范围内的修真家族 与灵熙宗关系千丝万缕 很难隐瞒 在灵熙宗知道这个消息的同时 这些修真家族 也都纷纷地获得了线索 一个个家族的老祖 纷纷震撼到了极致 红着眼 让家族的族人散开 寻找白小春 他们知道 整个东临州白小春 传颂归来 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 若是自己家族运气好 先找到白小春 哪怕请对方来自己家族 坐一坐 那也都是天大的荣耀啊 那是什么 那是天导助击啊 甚至自己的族人 若能被指点一二 与其成为朋友 那么就更是极大的好事 更有一些可能 在邀请白小春时 自家的族女若能被看中 成为道旅 那么就算是掌门阻止 那也都没用了 所有人外出 给老夫去找 说不定 白小春就被传送在了我们这儿啊 在众多修真家族 派遣族人外出于所在范围内寻找时 白小春与侯云青 已来到了宴会所在之地 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宅子 四周墙壁环绕 里面可以看到轻松架石 更有诸多凉亭 足有十亩地大小 极为气派 尤其是院子内 还有一座三层阁楼 如同宫殿一样 雕龙客风 典雅中藏着贵气 人声鼎沸 里面有蒲从来来回回 端着梅酒与鲜果 在一个个衣着华贵的贵客身边 恭敬的伺候着 院子内 如今贵客租有上白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有的单独坐在一旁 有的三五成渠 彼此笑谈 在这宅子门口的位置 还有几个侍卫 随着一个管家般的中年 笑着请记 一个个到来的客人 若有灭声的 也往往拿着请柬 登记后 进入院子中 侯云青刚一到来 立刻就被门口的管家恭敬的请着 引入宅子内 白小春在侯云青身边 看着宴会 觉得很新奇 这还是他第一次参加宴会 刚一进来 不远处有一个大汉 传出笑声 带着身边一个妙龄女子 向着侯云青走来 这大汉 穿着紫色长袍 气宇不凡 漫面红光 十个手指上 都有储物戒指 世上还挂着七八个玉佩 一幅巨妇的样子 那女子略是粉黛 看起来倒也清纯 只是神色内的风尘之感 冲淡了本有的脱俗 可总体来说 也是极美 云青兄 丽某等你多时了 来来来来 坐在这里 大汉笑容中带着笑意 直奔一旁的暗机 侯云青歉意地 看了白小淳一眼 白小淳没有介意 那大汉 此刻也注意到了白小淳 笑声依旧 这位兄太灭生了 不过来了就是客人 云青的朋友 就是我李友道的朋友 这一次 我李家为灵妃使者举办宴席 因太仓促 有些简单了 招待不周的地方 你们可别笑话呀 大汉神色更为得意 不容分疏 拉着侯云青与白小淳 来到了一旁 空着的暗基础 坐了下来 那女子乖巧的 坐在李友道身边 如小鸟医人 实在是太仓促了 这酒水 只能用一节上品灵药炼制的灵酿了 若是时间多一些 我李家 能弄到二节上品灵药炼制的灵酿 紫袍大汉叹息 可身色内 却有掩饰不住的得意 他与侯云青 暗斗多年 这一次终于找到机会 准备将其压制下来 李友道 你可别这么说 一间上品丹药炼制的灵药 整个东陵州 也没有几个家族 能拿出这么多招待人 就这么一小杯呀 足以卖出数百零食的价格呢 李友道身边的女子 赶紧开口 声音娇美 她知道李友道的心思 此刻这么一捧 让李友道心中暗爽 哎 区区祭拜灵食又算得了什么 一些酒水而已 来来来 云青兄 还有这位兄弟 尝尝这灵娘 此物在东临城 可不常见呢 李友道豪爽的一摆手 身边有扑从 为侯云青与白小春 倒满酒水 侯云青有些尴尬 这用不少衣接上品灵药炼制的灵娘 她虽加资不菲 可也只喝过一次 此刻迟疑了一下 苦笑的端气 品了一口 白小春有些好奇 端气是闻了下 没觉得多好 反倒觉得杂质不少 眼看侯云青如此神情 李友道心里得意 可看到白小春那里的表情 李友道心里不悦 目光在白小春身上一扫 一大顶主意 不但这一次要压制侯云青 更是要连她的朋友也一同压制 这位兄弟莫非不满意啊 不过放心 这一次我李家 为灵妃仙子摆下筵席 虽仓促 可也弄到一些罕见之物 我听说灵妃仙子 常常思念灵溪宗 所以 这一次我李家 花费极大代价 为其弄来了灵尾姬 以为其死相之念 来人 上灵尾姬 李友道笑着开口 一挥手 身后扑从 赶紧端上一个大盘子 大盘子里 赫然摆着一只烧熟的 灵尾姬 盘子金色 看起来奢华无比 那三色灵尾 赫然就放在盘子边缘 作为点缀 使得烤的橘黄色的灵尾姬 很是非凡 刚一端出 就有浓郁的香气扩散开来 让四周不少人 在看到后都很吃惊 哎呀 灵尾姬啊 李家好大的手笔啊 每桌一只灵尾姬 哎呀 看每一只的样子 显然不是其他地方圈养 而是来自那里啊 哦 不就是灵尾姬吗 在这四周人惊呼时 白小春眨了眨眼 诧异四周人的反应 他话语一出 李友道身边的妙邻女子 目中露出嘲讽与轻蔑 银青公子的这位朋友 好大的口气 不就是灵尾姬吗 说得好像你吃过很多似的 李友道摆出严肃 看了一眼身边女伴 可心中一样觉得 白小春明显在那里卖弄 于是心中带着不悦 口中却淡淡的介绍起来 云青熊的这位朋友 怕是不知道啊 这顶尾姬并非是寻常之物 也不是我李家四雅 而是来自灵溪宗啊 准确的说是来自灵溪宗的南岳 李友道淡淡开口 声音传出时 四周不少人听到 传来阵阵的稀奇之声 侯云青这一次也都倒吸口气 被李友道的大手笔所震撼 李友道很满意侯云青 以及众人的表情 更为得意继续开口 灵溪宗南岸的灵溪机绝非寻常 更是因当年投机狂魔的出现 数量锐减 如今任何一支 在外面的拍卖会上 都可以排出惊人的价格 且很好辨认 骨头青色 三维如眼 与其他地方饲养的 有极大的不同 只是可恨那投机狂魔 丧心病狂的偷走了大量的灵溪机 使得南岸灵溪机近乎要灭绝啊 李友道痛惜的开口 怒斥投机狂魔 一旁的女伴也跟随开口 甚至渐渐的 这四周其他客人也都痛惜起来 白小春 眼看四周众人都在怒斥投机狂魔 他干咳了一声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就在这时 忽然四周众人声音戛然而止 远处一群人 簇拥着一个女子 缓缓而来 那女子穿着白色长裙 如同盛开的莲花 肌肤仿佛吹弹可破 发迹中一根钗子 拴着明珠 随着走来 轻轻摇晃 折射 脆彩星光 沉托出一张绝美的容颜 此刻 这张让人怦然心动的敲脸上 簇眉紧锁 似带着心事 呛眼怀笑 与身边几个修真家族的俊杰 正低声说着什么 那些俊杰 一个个都很小戏 带神而露出的目中火热与心意 路人都能看出 这女子正是杜灵妃 您正在收听的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一念有恒 她的出现 立刻成为了此地的焦点 甚至随着走来 她的身上竟有一种气势 仿佛会让人不由自主地 选择在她面前低头 哪怕隔着人群 白小纯也一眼就看到了杜灵妃 神色有些恍惚 二人有几年没见了 此刻一看 杜灵妃似乎成熟了许多 这一刻的杜灵妃 似比以前更美丽了 尤其是身上隐隐多出了一些贵气 那是处于掌控的地位 才可以养出的气质 与白小纯记忆里 那初是蛮横 而后娇媚的身影 完全不一样了 可随着杜灵妃身影 在白小纯墓中的清晰 慢慢地又重叠在了一起 白小纯在成长的同时 杜灵妃也在成长 在这东临城内 以她的手段 巧妙地平衡各大家族 这一切在外人看来 很是不可思议 灵妃仙子 李友到墓中露出痴迷 他当初第一眼看到杜灵妃时 就背起蜥蜴 可这种吸引的强度不大 但随着杜灵妃慢慢展现出 其巧妙的手段 平衡修真家族 甚至让这些修真家族都看重时 他身上的这种气质 立刻就让李友到痴迷了 他身边的女伴 也都有种自残行贿之感 看着那一个人 就压制了全场的杜灵妃 她低下了头 灵妃仙子当年一个人 孤苦伶仃来到东临城 我还记得好几次看到她 凝望灵溪宗的方向 可谁也没想到 她居然在这里做得这么好 历代使者 没有人如她这样 平衡巧妙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 侯云青低声开口 甚至我听说几大家族的老祖 都对此女很是看重 灵溪宗更是如此 这才让她连任使者至极 就在李友道痴迷 侯云青南南时 杜灵妃与身边人说完话 正向前走来 突然脚步猛的一顿 她的目光 瞬间穿透人群落在了远处 李友道死人所在的暗基处 她睁大了眼 身体遗产 似有些不可思议 仿佛这一刻 四周所有人都消失了 她的世界里 只有眼中此刻 那一个人的身影 杜灵妃呼吸急促 竟直奔这里走来 四周众人纷纷吃惊 齐齐看去时 李友道有些无法置信 猛的起身 身体颤抖起来 她 她居然向我走来 李友道激动 脑海轰鸣 全身血液流动加速 神色无法控制的狂喜 立刻快走几步 灵妃仙子 李友道正要开口 可话语还没等说完 杜灵妃看都不看她一眼 从她身边瞬间走过 李友道顿时身躯凝固 待在那里时 僵硬地回头 看到了杜灵妃 来到了暗基前 目光里只有一个人 白小春 你来了 这一刻的她 娇美动人 绝美无双 仿佛天空明月 让所有看到之人 都忍不住的怦然心动 几乎就在白小春 名字响起的刹那 原本轰闹的宴会 瞬间一震 四周刹那寂寂 但很快 所有人 就被杜灵妃口中 说出的名字 全部震惊 一个个齐齐地看向白小春 露出震惊 白小春这个名字 他们听说过 那是灵溪宗的荣耀弟子 那是掌门师弟 最近的一次 是听说他去了 筑基圣地 我来了 白小春笑了笑 想起了落尘山脉 想起了 那个山洞内 火光里 那张苍白 可缺美丽的俏脸 白小春身边的侯云青 此刻也露出 大吃一惊的神情 整个人夸张地倒退几步 险些摔倒 露出无法置信之意 似乎很不可思议地 指着白小春 你 你是白小春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突然的整个宴会内 那些修真家族的族人 陆续地储物品内 传来家族的遇见传音 当这些人 一个个查看了传音后 每个人都心神仙计 比方才要强烈 一万倍的哄天大唠 全部呼吸急促 再次看向白小春时 他们的脑海 昏明滔天 所有人的遇见内 都是类似的话语 白小春天道主机 所有外出族人 若遇白小春 要无比恭敬 立刻告知家族 可立下大功